哈喽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明年会越来越好 今年呢,不是一个很好的年,希望明年一切都好 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 然后正好是到这个一年的时候呢 新年的时候呢,我的频道正好做了有一年了 所以我在想应该做一个一年总结吧 这一年呢,说长不算长,说短也不算短 这一年的也积攒了不少经验 然后我也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收入是怎样的 一年收入了有多少,赚了多少钱 我知道有些YouTuber呢,他也赚了不少 但是根据你的广告的次数,加广告的次数 还有根据你的这个频道的订阅数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一年的收入是多少 给大家看一下我一年得到的这个收入 点击这里,这是2000年一整年的收入 所以这里显示的就是一年的收入 然后这里的是订阅人数 所以这个是一年的订阅人数是24000 但是其实现在还没有24000了 1987.18,1987.18 是这个收入 所以并不是很多 那这里呢 这里呢就是他的观看次数 337.4万 观看时长29.3万 订阅人数 2020年你的视频获得了 这是多少 337万 这个4198次观看 然后呢 所以这个呢就是他的我的一整年的收入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这个线呢 就是他有一个什么是个高峰期啊 挣了多少钱呢 你看这里 像这里你要点击的话 是周六的时候 11月21号就有32 然后这里这就是高峰的地方 然后有的时候很低 并不是每一步 就是说他会得到的 多 这个地方呢 就是 现在的订阅人数就是23831 然后这个是48小时以内观看的次数 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热门视频 这个地方下面 然后如果是点击观众 他会显示订阅者的通知 然后这里会显示他的数据 然后订阅者观看的时长 77% 然后这里呢 是个男和女 男女 所以我这个你看78.9%都是男的 女的是21.2 那观看的地理位置呢 就是台湾的比较多 80.4% 然后这里是美国 香港 加拿大 日本 然后你可以看这里的他的数据 一次就从次数最多的开始算 观看次数这个是台湾是最多 然后第二就是美国 香港 加拿大 日本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英国 澳大利亚 德国 菲律宾 越南 韩国 新西兰 澳门 法国 泰国 印度 尼西亚 中国 中国还是挺多的 荷兰 西班牙 意大利 吉布塞 巴西 俄罗斯 我的天哪 这遍布全世界了呀 这些都是下面 连哈萨克斯坦都有 匈牙利也有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都有 丹麦 也有 智利 也有 葡萄牙 芬兰 都有 性别 你就点这里 它就是 都是男的比较多 好像 男的就是78.8% 这是男性 你看这个女性 就比较少 然后 然后呢 收入来源 它就会显示在这里 然后广告收入 交易收入 还有这个 打赏的这个收入 打赏的现在不多 订阅状态 而且我还可以就是看到 就在后台可以看到就是订阅者的 如果它是有频道的话 还可以看到它的 就是 它的频道 所以这个就是我一年的收入 并不是很多 那大家看见了 为一年的收入 只有1000多的 这个收入 1000多的 我知道 是我的是一直 就是会按照 英镑 会 它从 会从美元 就是转成 换成英镑 打到我的 这个 账户里去 所以它一年下来 也就折合人民币 一万多 一万多吧 差不多 一万多 所以呢 如果是靠这个赚钱的话呢 真的不是很赚钱 那当然也是根据我的订阅 我的频道 还是一个小频道 来讲 所以呢 如果是专职做这个呢 我就是想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来跟一些 新的 想做YouTube的人 给一些我的建议 如果专职做这个的话 你如果靠这个赚钱 真的就是 可能会浪费你的时间 还会有很多的压力 因为它跟上班还不一样 上班 你有上班 下班 这个时间 做YouTube呢 你是随时要看你的后台 可能会随时要去想 下一个视频 要拍什么 有很多的压力 看起来简单 但是 有很多工作也要做 然后你还要剪辑 还要学一些 尤其是不是 专业的话 像我就是从零开始 就每天要想 很多很多的功课 要去做 要去学习 然后呢 你想把它做好 你还要就从 不同的频道 然后去吸取 别人的这些经验 学习他们这些东西 所以是 时时刻刻都要去学习 时时刻刻都要去 看你自己的频道的发展 还有你的后台的订阅 虽然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说 哎呀 我们不要看 盯着订阅术 但是你会不自觉的 就想去订阅 多几个人订阅 你会很开心 少几个你就会很失望 就会觉得 我哪一个又做得不好了呀 你会去想 怎么样能做得 更有趣一点 然后呢 你有的时候 想放弃的时候 可能你会想 这么有 还有喜欢我的人 也不会那么容易的 想放弃 但是当你想 更上一层楼的时候 就是非常难 做了这一年 真的就是 压力最大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 但是呢 你有的时候 会因为有一些人 喜欢你 你会再去想 不让他们失望 但是呢 这个没有团队的话 个人来说 是非常难的 然后 还有一些 就是 新的 想做YouTube的人呢 我觉得 做个兼职是最好 就是说 有自己的工作 然后没事的时候 拍拍视频 当成一个娱乐 或者是交朋友的 一个渠道 是非常好的 如果靠这个赚钱呢 你还要想好 你是要走哪一条路线 如果你要走一些 敏感路线的话 如果你喜欢 多彩的生活 我劝你就是 不要太单一的一个 多开一些日常的 是比较好 而且有一些敏感的话题呢 虽然说 有的时候 在一定的时间上 就是 它的流量 是非常广的 但是对于以后的发展 尤其是女性 喜欢多彩的生活的话 我觉得是 不利的 就像我 就像我 和一些 就是刚到 这个YouTuber的人来讲 一开始 有的时候 会觉得 这是个民主的世界 我们说什么都可以 但是呢 到后来 你会慢慢的发现 如果喜欢 多彩多样的生活的话 你会很讨厌 政治之类的 像我 我自己个人认为 就是政治非常黑暗的 而且有的东西啊 一开始是看不清的 说是慢慢的呢 还是友好的环境啊 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个好的 长久的发展的一个趋势 是更利于你的频道 所以我觉得 现在吃吃喝喝 倒是 倒是挺受欢迎的 但是呢 有的时候流量会非常少 所以你要看是 主要是 你自己想做的是什么 你自己想交朋友 还是说只是想告诉大家 你的真实的生活 或者是 我觉得呢 时间长了 慢慢人都会看出来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 那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你展现的是 假的自己 或者是虚伪包装的自己 早晚都会流失掉一些观众 当然了 有一些话题是 非常的 就是流量会非常 非常的高 但是呢 就看你自己是 主要是 你的初心是什么 你是想赚钱 还是想 交朋友 还是说只是想 告诉大家 你的生活 或者你的想法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 你也可以收获一些 好的朋友 当然你也可以 会受到一些攻击 或者甚至是 一些特别的 伤害到你的 当然了 做这个频道 你要心里 会慢慢越来越强大 因为你会经受到 不同的声音 好的 坏的 喜欢你的 不喜欢你的 甚至讨厌你的 甚至可能会 莫名其妙就讨厌你的 就没有为什么 就像有一些频道 你没有说什么 每个人 就还是有这个倒赞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你说什么的 都会有倒赞 为什么 就有的人 他就看着你不爽啊 你说的再好没有用 我就是给你个倒赞 他就手痒痒 你没有办法这个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做很多的东西 也不要去想太多 但是呢 不忘初心就好 为了钱所做的话 我觉得 人呢 日久见人心 无论是观众也好 还是任何人也好 时间久了 都会明白一些东西 那我记得 有的观众跟我讲 有一些时候 你收到一些 不好的留言 会不会就是 有一些下流的呀 或者是不好的评论 会不会影响到 就是故意影响 你的 你和老公的感情 这个当然不会 因为我们在背地 只会调侃 所有的留言啊 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会分享 所以有的时候 看留言很暖心的 很搞笑的 我们就会笑一笑 就像有一些人说 你老是吃那么多 你老公好可怜 也不分享给你老公 然后我们俩人 就会哈哈大笑 然后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呢 一般就是 要不然我先做好 他吃的饭 然后我再自己拍自己的 或者是他吃的饭 正好跟公公一起吃 然后我自己就拍我自己的 他是不愿意上镜的人 所以并没有什么可怜的 好吃的 我都是想着他的 当然了 也不是说就我自己能吃 他也能吃好吗 夫妻同心 这夫妻两个人 其实很多东西 都是很相似的 我们两个人 都属于特别能吃的人 还有呢 我们两个人呢 为什么有些人说不胖 其实呢 也不是很瘦 但是呢 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 就是不吃晚餐 因为我们午餐 都吃的比较晚 我已经就是 我老公跟着我 已经实行了五年的 就是不吃晚餐 这个行动 但是呢 也不是刻意的 就莫名其妙的 就这样了 然后他也是 莫名其妙的 跟着我这样做的 所以说 特别胖的吃那么多 那特别胖呢 是不太可能 而且我们还就 比较喜欢 适当的运动 所以呢 所以这一点 是没有什么担心的 我们两人感情 也是非常稳的 所以不会因为 别人的言语啊 会吵架 都会不会 像他说的 昨天还在讲的 我的脾气是非常好的 只是有的时候会 会声音大一点 但是不会 不会那个什么 脾气坏啊什么 因为我不是容易生气的人 只是有的时候 像可能有的特定的时候 听到特定的话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日子 会有生气 会有伤心 但是生气完说完 或者是哭完也就完了 这个呢 对我的心态 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嗯 我是那种 可能一年生不了 几次气的人吧 因为心态 这个年龄 好像就是已经看得很透了 如果是二十多岁的话 我估计 像有的人说 生气 能生一个星期 我不会的 顶多五分钟 最多的这还是 所以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而且我们两人在一起 十七年了 这种的感情的稳固 这种的就是 情感的一个 稳固性吧 我觉得 只有经历过 就是在一起 风红雨雨的 走过十七年 或者更多年 说的夫妻才能体会吧 两个人在一起呢 不光是恋爱的时候 就是甜蜜 有的时候是在婚姻当中 两个人共同努力的 去维持婚姻的新鲜感 对对方的忠诚 还有对对方的这种信任度 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并不是说我给你吃喝 所以说去标榜 我在养家 或者谁在养家 或者谁赚的钱多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如果是在婚姻当中 地位不平等 或者是人格的这个不平等 或者是语气的不平等 或者是把对方看得比自己低 或者觉得对方需要提高 而自己不需要的话 这种的嘛 这种的婚姻都是有 遥遥可坠的 我觉得要互相信任对方 共同一起努力去维持这个价 才是最重要的 祝大家开开心心的过个年哦 我们明年见哦 拜拜